小罪恶破障 今天和全民检测计划 预早埋单计算 虽然政府推出的全民检测计划 还未完成 但是现在已经是临近尾声 都可以预早跟她埋单计算 究竟这个全民检测计划 如何成功 如何失败 有些人会说 林郑是预计有500万人参与的 所以如果最后的参与人数 没有500万人的话 那就是失败 有些人会宽松一点 就会觉得 既然她说500万人参与 她预计是500万人参与 如果有一半也好 所以如果没有250万的话 就算失败了 有些人会预算300万 因为跟供应商订了300万的份量 所以有些人 会以参与人数的多少 去订成败得失 有些人会觉得 其实不应该用参与人数 应该用 究竟最后会得出多少阳性个案 作为成败得失的标准 这又是否一个合理的指标 去判断成功的失败呢 林郑曾经在8月中预测过 在全港750万人里面 大约有1500个隐形患者 如果真的有1500个隐形患者 就很恐怖了 即是说有1500个隐形患者 在我们周遭生活 我们遇到他们 我们也不知道 原来他们是隐形患者 而且他们会有传染力 我们会随时被他们传染 我们不知道 所以1500个隐形患者 这个数目也挺惊人的 或者挺有恐吓性 令到我们会觉得 我们一定要参加这个全民检测计划 但直至现在 大约有100多万人参与了 我当作最后会有150万人参与 最后会有150万人完成检测 如果跟回这个比例 如果依照林郑说 会有1500个隐形患者 照计如果有150万人完成检测 我们最后应该会有 大约300人被检验为阳性 但我们看看现在的数字 现在的数字大约有 十多人被检验成为阳性 我当作是一个弱数 因为现在还未完成 我就当作最后完成之后 会有一倍大约有30人 就当作是30人 最后会被检测成为阳性 但这个数字也偏低 林郑预测在750万人参与 有1500个隐形患者 但现在只有大约150万人完成检测 就应该有300个隐形患者 最后根据现在的趋势 似乎最多有30个被检测成为阳性患者 即使是十分一 这个十分一 其实是代表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数字是偏低的数字呢 其实有几个可能性 我们尝试一下 这个偏低的数字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 有可能因为林郑的1500人隐形患者的推测 是在8月中做推测的 现在已经是9月中了 8月到9月中已经过了一个月 那时的推测可能到现在已经不准了 不过 我们就想一下 即使过了这个月 隐形患者数目不单止没有上升 还是在下跌 即使这1500人隐形患者 其实是没有什么传染力的 而且会慢慢消失 其实就是说我们不用找他出来的 即使说这1500人隐形患者 原来是没有传播力的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当然这个未必是事实 因为还有其他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林郑猜错 林郑当时估计有1500人隐形患者 其实有可能是错误估计的 不奇怪 人是会有错的 是人也会有错的 多么精准的科学性的推论 也会有错的 但我们要记住 即使当时他是错的 即使他的估计是错的 这个数字是错的 不代表他推行全民检测计划 这件事是错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会搞乱了这个概念 如果你认为人是不应该赌钱的 赌钱是错的 譬如说你儿子赌钱 你阻止赌钱 谁知道你儿子赢了钱 次次赌钱他赢了 那是否代表他每次赢钱 他就应该赌钱呢 如果你的概念是赌钱 已经是不对的 那即使他赢了 或者他赌两次都赢了 那不代表他那两次是对的 因为赌钱就是不对的 同一个原则 要找出隐形患者的意图是错的 所以我们不是太应该 基于他这个错误估计 假设如果他真的错误估计 即使他是错误估计 不能够直接推认到 他这次的全民检测计划 是不应该推行的 当然 以林郑的作风 或者以现届政府的作风 应该不会认错 即是他不会认为自己猜错 好 但是还有第三个可能性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 其实是有十分九个个案 假设应该有三百个隐形患者 我们只能找到三十个 即使有二百七十个 我们还没找到 这二百七十个 有可能是假音性个案 如果不是 为什么我们找不到 如果真的是林郑估计 真的有1500个 即使应该在这一百五十万人之中 是有三百个被找到 谁知道有二百七十个 走掉了 即是假音性 这二百七十个假音性 现在仍然在社会里生活 但是你要记住 这二百七十个假音性 是比起他没有去检测的人 是危险性多很多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没有病 这二百七十个人 是觉得自己没有病 因为如果假设 真的有1500个隐形患者 现在有三百个是去检测 只有三十个被找到出来 这二百七十个假音性 就是认为自己是阴性 但原来自己已经是确诊了 他自己会对自己的防范去减低 尤其是他会对自己 传染给家人的防范去减低 这就很危险 尤其是现在去参加全民检测计划的人 有可能有很大部分 是觉得自己是有危机被感染到的 如果他真的有危机被感染到 最后他是假音性 原来他应该是真的感染到 而他没有被感染出来 他就会解放自己的危机感 这个危险度 是比起他不做检测更加危险的 当然也未必是这个可能性 还有第四个可能性 第四个可能性就是 全培隐性患者可能是参加了 私人检测计划 而不是政府的全民检测计划 因为私人都可以检测 我们可以去诊所检测 有些公司会为自己的员工安排检测 所以有可能是这270人 走掉的270人 其实是有参加私人检测计划的 但其实如果你心水清理 你会知道 这个数据不应该这么计算 因为我们现在有600万人 没有参加政府的全民检测计划 这600万人里面 依照林郑那条数据 其实大约有1200人是隐性患者 即是说其实私人检测那批数 参加私人检测的人里面 被检测出来的阳性个案 应该算在这1200人里面 就不应该算在那300人里面 所以第四个可能性 如果说那270人 全部走掉的都参加了私人检测的话 其实不是很合理的 因为私人检测的数据 应该有1200人性患者 以上四个可能性 其实是哪个可能性 我们不知道 视乎你想选择相信谁 所以要判断 全民检测计划是否成功 和我之前那段影片 之前我在早几段影片 曾经说过 市民应不应该支持全民检测计划 就要视乎 其实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例如如果纯粹是为了 找出阳性个案 帮助阳性个案的人 加强社交限制 或者断绝传播链 如果是这个目的 其实我们是可以支持的 同样 如果同样的目的之下 但如果是为健康马作准备 我就觉得不应该支持 同样的原因 同一个理念 如果我们要判断 全民检测计划 是否成功的话 我们也要看看 其实目的是什么 又是 又例如 如果纯粹是找出阳性个案 帮助去加强社交限制 或者断绝这条传播链 其实现在是可以说成功的 因为你找出 你找出一个个案 也是成功的 如果我们不计成本效益 其实你只要找出一个阳性个案 就可以断绝一个传播链 找出两个阳性个案 就可以断绝两个传播链 所以如果纯粹是找出阳性个案 其实现在已经成功 你找出一个已经成功 当然如果计成本效益 你会觉得 如果我用同一笔钱 会否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 去找出阳性个案 这是另一件事 总之 如果我们不计成本效益 只要找出一个阳性个案 都可以成功 但是 如果目的是找出阳性个案 从而令到我们可以放松 阳性个案的社交限制 如果是这个目的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是失败的 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理由相信 如果依照林郑的说法 其实有270个假阴性个案 仍然存在在我们社区 如果我们这270个假阴性个案 给了一个标签 令到社交限制受到放松 放松了社交限制 这件事对整个社会 反而更加危险 所以如果以这个目标为根据 事实上现在我们只找到 少于30个阳性个案 事实上我们很大理由相信 我们走掉了270个 走掉了270个 现在我们为这270个 假阴性个案 标签为阴性 为社会造成一个更大的危机 以这个立场来说 其实现在这个检测计划是失败的 同样 如果一个目的 是借助这次的全民检测计划 做一个大数据 利用这个数据去设定社交限制 来判断我们可否放松社交限制 或者我们用这个数据来 作为设定社交限制的标准 这个设定就很大机会是错的 因为如果林郑是对的 当初的估计是对的 有1500个阳性个案 至少现在走失了270个 我们因为这个这么大的误差 而制定出来的社交限制 必然会有很大的误差 所以如果以这个作为目标 这一次的检测结果 整个计划的结果 都是失败的 事实证明 我们真的要制定社交限制 社交限制最简单 和最合逻辑的方法 就是根据每天的 确诊个案的走势 从而决定社交限制 需不需要放松 直至现在来说 都是行之有效的 所以你会看到 事实上 我们没有需要全民检测 都可以制定社交限制的政策 何况现在全民检测的 假音性个案 是全民检测的很大疑惑 至少如果林郑八月中的估计是对的 我们现在是走失了270个 即使我们的准确度 只是十分一 如果以此作为根据 去制定社交限制的政策 其实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偏差 甚至造成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根据以上的逻辑 如果政府要说今次的全民检测计划 是成功的话 它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将目标定为 找出每一个阳性个案 然后为每一个阳性个案 及早治疗 和断绝传播链 它只可以是这个目标 如果它不是这个目标 现在就是失败 那它会选择成功还是失败呢? 如果它要选择今次的检测是成功的话 它唯有选择这个作为目标 但如果以这个作为目标的话 它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后续政策 即是说它不可以因为这个数据 因为这次全民检测计划的数据 去制定放宽社交距离的政策 也更加不可以为健康码作准备 当然我们会看到的 就是现在政府似乎觉得 人数越多 参与的人数越多是越好的 如果真是以刚才我说 找出阳性个案作为目标的话 的确真的符合了参与人数越多 参与人数越多的话 参与人数越多的话 的确是越好的 所以如果它真的 以找出阳性个案作为目标 而之后不作出任何的后续政策的话 我们在不理成本效的大前提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判断 这次的全民检测计划是成功的 当然相反 如果最后 政府会因为这次全民检测计划的数据 推出任何后续政策的话 其实根据上面的推论 我们会知道 这次全民检测计划是失败的 但既然失败 又更加不应该推出任何后续政策 所以整个推论就是 这次全民检测计划 要是定义成功 如果是找出阳性个案的话 是成功的 只要它找到一宗便是成功的 而且越多人参加 就会找到越多 找出阳性个案的人数也会越多 就会断绝更多的传播链 如果是以这个作为目标的话 现在是成功了 但如果是以这个作为目标的话 它是不应该推出任何后续政策 相反如果不是以这个作为目标的话 由于现在可能有很多假阴性个案 这个数据是被沾污了 这个数据是被污染了 这个数据是不可靠的 既然这个数据不可靠 更加不可以作为制定后续政策的标准 所以到今天为止 如果真是最后全民检测计划 最后真是找出低于30个 或者30个上下的阳性个案的话 事实上我已经能够判断 这次全民检测计划 是不可以有任何后续政策 我们不可以因应这次全民检测计划的任何数据 制定出任何后续政策 所以我不打算真的判断 它是成功的失败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最后它都没有政策 可以因而制定出来 我想顺带地说一说 坊间现在很多人会认为 如果你参加全民检测计划 你一定是蓝丝 你是盲目帮政府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对 因为其实有些人 真的可能会怀疑自己是被感染的 可能他们的财政能力 是没有办法去做私人检测的 这个全民检测计划 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去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被感染者 所以我觉得 只要有个人参与了全民检测计划 你又定义成为帮政府的人 或者是亲政府的人 或者是一个蓝丝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的 当然相反 相反的 有些人会觉得 只要你不参与全民检测计划 你一定是黄丝 你一定是心黄 你一定是一个反政府的人 这个也是同样的逻辑 不合理的 因为有可能 我不参加全民检测计划 是因为我家里楼下 就是医务所 医务所就可以做私人检测 而我的财政能力 可能负担得起的话 为什么我不参加呢 又或者 我工作的公司 根本会帮每个员工 每个星期都做一次检测 那我为什么要参加全民检测计划 所以如果因为我没有参加全民检测计划 就说我是黄丝 或者是我反政府的 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真的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我听到有些人会问我 你有没有参加 这个态度是一种挑衅性的 想透过我的答案 从而了解我是一个蓝丝 还是黄丝 但我觉得这个答案 无论是与否 都不足以判断 我是一个什么政治立场的人 因为这件事真的有可能 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 当然 这种凡是政治计算的立场 或者凡是政治计算的气氛 是由政府带动的 你看看林郑 林郑是完全带起了气氛 就是将政治凌鸽在一起的 例如你看到她 当一些专家给一些意见的时候 她说对方是政治计算 说对方是抹黑中央 说对方是破坏中港关系 又或者一些亲政府的专家 例如雷鼎明 雷鼎明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即是她会说出 如果你不参加全民检测计划 我就不派钱给你 如果政府派钱 我就不派给你 有些优惠你没有份 说得出这些说话 她完完全全就将这个计划 与政治挂税 与政治立场挂税 这个行为 这些说话 正正就是将整个社会 推向两极化的很重要因素 现在整个社会气氛就是 敌人反对的 我就要赞成 敌人赞成的 我就要反对 而身为政府 竟然就是这个气氛的 最重要带动者 如果政府仍然要 以这个方针去行事 社会的两极化和 犯政治化 只会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的时间 正在参与 所有的客人都要